大家好 我叫小燕子 越南女孩嫁到河北的 很多粉丝都说想要看我的婆婆 这就是我的婆婆 前两天回东北去了 姥姥被摔胳膊了 所以才回来的 她姥姥把胳膊摔折了 我回东北去看看 岁数也大了 当儿女的也得回去看看 再远一点回去看看 我这才回来 家里头这头孩子又生病 我都抓紧时间 赶紧就回来了 上次我拍了一个视频 我老公不是出去喝酒了吗 我就把她刮在门外面了 很多粉丝都说 你把你老公刮在门外面了 你婆婆会心疼的 妈你心疼吗 心疼什么心疼 谁让她不听话呢 她出去喝酒 她不喝酒 有媳妇能给她关在门外吗 这都是有原因的 她活该 我赞成 然后我老公还打电话 给我婆婆说 是不是我婆婆 叫我把她关在门外的 是吧 不是 我没让 她是不是 她不是打电话去 她打电话问我 我还说 燕子给她关在门外了 我说活该 我谁让你不听话呢 你是不是又出去喝酒了 她才给你关在门外面 我说怨不了别人 你活该 那下回还关了吗 关 为什么不管呢 就不管 喝酒就点关嘛 她不听话 就不管 你看看 宝贝女儿心疼她爸爸了 不让管 这就是我的婆婆 每次我跟我老公吵架的时候 不管是我对 还是我错 都是说我老公的 从来都不说过我的 还有我老公的朋友啊 所有的人 反正我跟我老公吵架的 都是骂他的 所以回越南的时候呢 我老公他会感觉他很委屈的 跟我的妈妈说 跟我的叔叔他们说 说我在中国呢 我很厉害的很 他去喝点酒 我都不让他去 还把他给关在门外面 让我的叔叔他们 还有我的妈妈 每次一打电话来我 就说我 不要广骂我老公 不要广说我老公 我回越南的时候 我也很委屈啊 谁都说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广骂我老公了 其实吧 我跟我老公呢 也很少吵架的 多的吵架就是因为 他广愿意出去喝酒 才愿意吵的 有时候连着三天 四天都去 那回来的话不行啊 我得要气死 把老公关在门外呢 粉丝们都说我做得对 要是我做错的话呢 下回的我都不敢了 但都这么鼓励我 下回我还继续 在这种按钮 不是 li 適抑 水 感谢观看